就是有顏色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在西南风波的吹拂底下 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这边 降雨还是比较明显 稍早呢 我们在高雄跟台南的侧站 湿雨量都已经有超过50毫米的湿雨量了 我们预计在今天白天的这一段时间 南部地区的时候 还是可能断断续续有些短暂震雨 气象局也持续针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 而至于在中部花东的山区的话 今天也是零零星星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现象 其他地方天气则大致是多云道晴 而且有点炎热的天气 不过在中午过后 北部的山区 我们预计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 而至于在未来的天气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的部分 从卫星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卡努 目前已经来到了台湾东北东方 大概1000公里左右的位置了 这个台风未来会持续的远离台湾 往日本跟韩国前去 所以这周有要前往日本韩国的朋友 可能要留意一下当地的天气 而台湾附近今天还是持续吹着西南风的环境 未来一整周可能都是西南风的环境 因此我们预计在迎风面的降雨 在未来一周还是比较明显的 从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当然降雨还是明显 礼拜二礼拜三我们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大概在中南部地区 仍然是会有短暗阵雨出现 当中可能会有局部新的大雨发生 而这一段时间水气有稍微增加一点点 因此在北部地区可能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暗阵雨 其他地方的山区则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出现 不过这个礼拜水气最多的时间 我们预计会是在礼拜四礼拜五的这一段时间 水气比较多 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全台都会有短暗阵雨或雷雨出现 尤其是西半部 可能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 当中会伴随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 礼拜四礼拜五将是这一周水气最多的时候 而我们预计到了礼拜六之后 西南风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因此在中南部雨势上逐渐缓和 但是还是有些短暗阵雨的现象 而北部跟东半部则逐渐变成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午后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 这一段时间除了降雨我们需要注意之外 在温度的部分尤其是今天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跟东半部因为是西南风的背风面 所以今天高温还是比较高 我们持续针对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 尤其是在双北以及花莲台东 有可能会有局部38度的高温出现 提醒在这些地方的朋友 中午外出要做好防中暑 并且多补充水分以及防晒的工作 到了8号之后 刚刚有提到水气有逐渐的增多了 所以整体的高温有慢慢下降的情形 但是各地的高温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 因此在未来一周的话 这段时间天气相当的不稳定 在今天一直到礼拜三 包括中南部可能要特别的留意 雨势会比较大 而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水气又更多了 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 水气比较多的时间点 一直要到周六西南风逐渐减弱之后 才会慢慢的 雨势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你回来了 可能会突然不见也不见 你海浩花 它也不刟你 你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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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活的 中国比较 是很简单